第五十一话 十七情节 首战沉浸于下位的前缘和红 换乘NSX再次挑战排位赛 本田NSX为了符合MFG的规则 而拆除了三具电机与能量回收系统 转变为轻量的中置后驱车 恐怕其掩藏着极高的潜力 我一直等待着这个时刻 花费两年终于把车子完成到这种地步 怎么了 前缘 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笑 偷偷耳机 笑声传过来了 有点恶心 快停下 我有在人 可是太兴奋了 控制不住 节奏快过头了 依然比三号车Holkan快的速度通过检查点 稍微放慢一些吧 开玩笑 应该压榨NSX 还远远不够 这种程度根本没有达到极限 又发起更猛烈的攻势才行 你在那里就默默的看着好了 不要打扰我和NSX的幸福时光 海外赛首日赛程顺利完成 13号车前缘贺红打败了三号车Lamborghini暂定第一 但是这只是首日 还有众多强者对神思五的名号虎四丹丹 等待着自己猜赛的那一刻到来 海外赛第二天 天气多云 进攻啊 哇 你太松懈了 好啰嗦 你要清楚现在才第二天 最低也得拿到第三 住口大哥 注意力被你吵得飞瘦啊 笨蛋 别乱扭屁股了 你这幸福的女人 闭嘴 闭嘴 哥 香港军把那加货重通信用力赶出去 你说什么 排位时一直这样 门口脏话的对骂着 但为何妄想还能做出理想的成绩 临时为朝 本庄 相叶前辈 同一天参赛让我荣幸 不用跟我绑酒 你在看穆斯汗时 去哪了 那天正好是女朋友的生日 得去设顾为她庆祝 这是没办法的事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今年开始 大任我祭祀的人 秋元 你好 请多指教 这家伙就比较有趣了 只喜欢十七岁的女儿 死尸不渝的罗里空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前辈 我和罗里空完全不同 硬要说的话可以总结为十七岁情节 我对同年龄的女孩没有兴趣 第一次交到女朋友是初中二年级 对方还是十七岁的JK 结果不到一周就被甩了 从那以后我就对十七岁以外的异性 视而不见 在我到法国的那段时间里 交往过四个女朋友 全部都是十七岁 真是个变态 有一个问题 现在交往的女朋友十八岁后怎么办 分手 太有趣了 外表给人第一印象和内心的想法差别好大呀 对我来说无法接受 十七岁JK什么的 交往的对象必须成熟性格 很太好 前辈不要小看十七岁女孩的潜力哦 他们是最强的 失陪 马上轮到我出赛 就先走了 嗯 被输给前缘啊 奇怪的大人 责度光辉 算是吧 虽然是个变态 但是驾驶水平可不是半调的 特别是在卢智胡这种技术赛道 格外的强 恐怕是唯一潜在能力借进贝肯鲍尔的选手 不过为什么 他好像缺乏伤心心 对比赛也没有可求 那家伙参加MFG的动机 赚零用钱和自娱自乐 各在一半 要是有什么契机 让他拿出真本事去跑 会变成很难缠的对手 明年换了豪车的下项 也将砸漏头角 年轻人的车手一个借着一个登场 我也才25岁 可接受不了被别人当成老头 不管怎么样都要争取到旗号降临吧 虽然敲掉了首战 但为了能带可爱的萨奈去玩乐 得好好赚钱了 好 出发了 四号车 折肚光辉 这位选手也同样具有未知的可能性 是神秘的存在 从直升机场旁边穿过 前往山羊湾 一路飞奔 小田园 3D轮胎定位仪 厉害 居然连这种东西都有 向往那间小工厂 根本没考虑过这些 为了能让悬挂发挥出百分百的性能 校准可是其升平线 只有这部分相当于车手去操控车子的角 我会赌上尊严来应对的 下项少有的表现出兴奋 对车子占不绝口 荣幸直至 真没想到 我还有可以帮到藤原托海弟子的时候 能接手这份工作实在太好了 好快 暂定以第一的时间突入驱断二 他用惊人的速度通过了死亡区域 驱断一的驱断记录被刷新 这度今天是怎么了 考虑到他连开幕战都缺席了 排位赛如此卖力 之间为止有过吗 他常被人评价潜在能力在MFG出场的选手中位于最高等级 最大问题是积极性不足 陈世卫的天才觉醒了 折渡光辉到底经历了什么 从区段二开始到区段三 依然能保持着能够更新赛道记录的节奏 他将做出前所未有的superlap们 如果完成的话会是大事件啊 我说过的只要折渡认真起来就能实处这样的绝技 要出来了赛道记录 赛道沿途几乎没有一条像这样的直线 这条赛道中唯一的直线被称为翼云直线 在此处可以油门全开 马上就是终点 在终点线前还有最后的爬坡路段 温轮引擎推动着轻量机身及时而上 究竟会做出怎么样的成绩 哎呀今年啊真是充满惊喜啊 作为组织者深感欣慰 当演员们接触出场时 MFG就会蒸蒸日上 冷静顺 你明显跑得太过激进了 怎么可能沉得住气 看到折渡那样 即使血儿后 身上腺素粪泌旺盛 我无法控制我自己的夜情啊 让大脑清醒些顺 食物一个接着一个 对项叶顺来说 最大的不幸是在参赛前 看到了四号车的跑法 斗志过胜 导致各种小事物贫发 最后沉寂于第五位 泽渡光辉在排位赛第二天 一跃继身为最有希望拿到 干位的候选人之一 他做出惊人的赛道记录 会给这之后参赛的 所有上位排名者 以沉重压力 排位赛第三天 天气多云 就是前辈 哇同一天出勤 Lucky 找着好 跑得挺轻盈啊 练将的初期日是 今天和明天两天 我是第一天 今天和最后一天 共三天 这么多天 辛苦了 那之后怎么了 和单相思的男朋友 有过几次 不知涮不涮约会的独处 这样啊 是练将身边的人吧 大概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那个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抱歉 但是过段时间肯定会跟金子前辈说的 因为其中有些引擎 期待啊 年轻真好 金子小姐 七号小姐 请准备好 腾哲 真有子妈妈 我想请教您一些事情 是关于需要提交给公司的文件的事 书写格式我也不清楚 这样吧 给我看一下 首先在这里写好住址和姓名 下下叫没办法写出汉字 用字母就好了 没关系 名字和住址的写法我都记得 开玩笑吧 对欧美人而言 写汉字应该很困难 可他却写得如此准确 下算叫你 和凯瑟琳一样吧 大脑中会存留影像 不 这个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只是因为练习过很多次罢了 不必对我隐瞒 我和凯瑟琳在美大的思念间是同神 彼此无话不谈是最好的朋友 关于他的事情很多我都知道 真有子妈妈 我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说过 别在不太熟悉的人面前展现自己记忆的能力会比较好 对我们来说很普通的事情 别人看来却特别稀奇 有时甚至会破坏人际关系 对啊 让不熟悉的人看到确实可能发生那种事情 我不在意的 你只是让凯瑟琳的遗物重新化发了实感 你的妈妈啊 就算是在拒绝众多擅长绘画的孩子的美大中 也是拥有初类拔岁的才能 她之为画家天才般的拒绝 被自己的儿子里所继承下来了 第一次见到凯瑟琳画图的时候 着实被吓到了 通常我们在画图时 视线会在对象和画板间频繁的来回移动 但是凯瑟琳的方法却不同 先是凝视着对象 一旦视线停留在画板上 就不会第二次抬起头 然后用很快的速度完美的将图画完成 我问她为什么可以知道这种事情 她回答看过的东西会留在头脑中留下正确的印象 这是从小的时候就能做到的事情 对她来说只是日常 我从没想过还有这种事情 你没画过画吗 夏三郎 妈妈从没劝过我学画画 到户外踢球开卡丁车去做运动会让妈妈更开心 我的妈妈因为体弱多病 所以很在乎我的健康问题 原来如此 要是什么时候有兴趣了 试着来参加我主办的绘画教室怎么样 我觉得你能画出不错的话 你传着凯瑟琳你那种天赋 我认为并不是只有为了赛车而存在的东西 yes真有子妈妈 有机会我会试着做绘画练习的 可以的话我想画一下连仓的街道 第二天做出那样的成绩 作为之后擦赛的人内心是无法平静的 怎么可以输给新一代选手 不能让人看扁了 排位狗杂 备受打击 闭门不出的顺 并没有观看对手们的比赛 而是在看天使的频道 我收上的信 只有旗号这样的屁股才能自愈 简直就是意识 即便一起用事 也要打破旺的时间 为保住哥哥的威严 只有这点不能妥协 MFG第二战排位赛第三日 对妹妹抱有强烈对抗心 八朝翔的比赛将 阿蕾 没错太阳大哥 刚刚通过检查点的时间比旺要慢 对啊 但是与其说祥太慢了 不如说昨天旺降太快了 要吹出他一下吗 还是不要那么做比较好 祥和旺降不同 在比赛中受到过度刺激 就会丧失注意力 这样的话我就只注意这次好了 把话筒借我用一下上过军 这里是通讯屋 刚目前连续大根的节奏 输掉旺2秒 哦 什么 他还是说啦 这次通讯造成什么影响 并不能确定 但兄妹对决的结果是个个输了 到了赤日天还没亮时就开始下起了雨 本日的比赛也早早的被宣布取消 在MFG排位赛漫长的7日间 被天气左右导致日程延期的情况多次发生 正也没如此 在观众外的相关人士看来 只有以网络直播的形式 才能让运营化为可能 神奈川线 腾者是 那家店最近很拥挤 会出现一下子就没有座位的时候 只能稍稍等待 仅仅为了一个座位 那家店是哪家 当然是下巷打工的咖啡厅啦 你吃过了菜 因为优香他们说想见见下巷 昨天放学后大家就一直去到连昌了 连在不打工的时候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明明很想和你们一起去的 连啊 你每天都能见到下巷吧 如果你对自己过于幸福的境遇 没有足够自觉的话 优香他们已经很亢奋了 真的吗 好奇怪的展开 哈喽 脸 你在做什么 从打工的地方回来 不是这个意思啦 为什么不打伞呢 在英国谁都不会用伞呢 话谁这么说 可是这里是日本啊 雨中不打伞会被人当成奇怪的人吧 我不在意的 不行 要是感冒了怎么办 谢谢脸 很近和下巷的脸 转天雨停 快到中午时 微弱的阳光照射进来 路面已经完全干燥 排外赛的第四天 比赛准时开始 实力者版本雄大 果然也是追不上折肚光辉 第四日结束 第一依旧是四号车 但是局势还不明朗 明天开始 排名前三位的选手陆系登场 第五天 状态绝佳的选手法拉利赐予海人 第六天 刚位获得数量最多的记录保持者 保持杰十神封神 最终日 一只虎四单单 排名第一的米哈伊尔贝肯鲍尔将参赛 保持杰欲成出身 作为车手 他拥有十足的高傲 我想那个男人不会容许自己屈准于Airpoint之下 如之狐忌涕 令人一天都不愿意错过 从排位赛开始就有如此盛况的MF记忆分战 我的记忆中未曾出现过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请拭目以待吧 See you again 解说员 田中阳二 排位赛第五天 开幕战三位月马上场 能斩获排位赛的干位吗 MFG第二战排位赛五日 开幕战第三个法拉利顺畅的飞驰着 MFG之中 吸居着魔物 是吃掉它还是被吃掉 弱小的家伙只能被吃掉 从这个赛季的开幕战起 就始终被异样的气氛包围着 不容许失误 更不容许保守驾驶 在考虑留学余地的瞬间 就已经被踢出神石舞了 这是因为整体水平的提高吧 过去不曾有过的 背负着沉重压力进行的实践赛 腾哲是旭方自动车 旭方先生 红色的法拉利出发了 确实是价格不菲的车 好酷 上位排名的车 都以比较靠前的时间出赛 这其中有什么规则吗 那个是对上位选手 优待政策中的一环 咖啡泡好了 请用 一直承蒙您的关照 每当赛道发生事故时 即时赛就会中断 那样的话 被分配给还未参赛的选手的 出发时间将要延后 找出发的一方 其赛程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调整也会变得轻松 进入积分区段排名 意味着能获得有力的出发时间 我懂了 不错的机制 如之湖排位赛 中断次数可是特别的多的 昨天的情况最坏 在死亡区域发生了五次事故 最后一辆车的出发时间 比预定时间晚了90分钟 如之湖的死亡区域真的很棘手 必须十分小心 yes sir 示范跑法视频最近有在看 好吃吗这个 美味 日本的点心世界第一 做的太精致了 无论吃多少也不会觉得腻 明天终于要出赛了 下相感受不到紧张和压力呢 我明明不是自己去比赛 可现在心脏却崩崩直跳 你真的感受不到压力吗 在比赛前是感受不到压力的 从小时候起 我就经历过数不清的比赛 正合冠军的比赛也就算了 现在我只是作为挑战者而已 不会有那种纯粹无法平静的感情 这样吗 是烦人无法想象的心理 就算如此 我还是很害怕 到明天起跑前都会提心吊胆的 我想自己肯定会那样 二号车次雨 暂定第二位 折渡光辉依旧位于守卫 排位赛还剩两天 腾则是 那再来一杯咖啡吗 小三丈 不了 已经不找了 我得回房间去 多谢款待 那练影 明天学校休息 也不会要为终于的课程追新预行 下向军好厉害 明天有很重要的排位赛 可他看上去却是完全放松的样子 我最近小心的尽可能回避相关话题 看起来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啊 下向的头脑中 正在重放着赛车镜头的画面 每个弯道的半径 弯道到弯道的距离 挡位的范围 都以正确的时机被记录下来 下向进行的印象训练 与使用最新型的驾驶模拟器相比 有同等甚至以上的效果 排位赛第六天 MFG第二站排位 还剩两天 下向登场 临时尾场 哎 我来了 商业前辈 现在应该不允许 与第六天比赛无关的人士入围场 你还是有办法 本大爷这种级别的选手 面子可是很足的 以20位为目标 全力争取吧 下向 这个是晋级正赛的必要条件 86得到了很大的升级 如果没有犯错误的话 是有机会的 跟重前一样 冷静的令人讨厌 我看不明白的地方 要讲给我听哦 爸爸 不论什么 尽管问吧 既然要当MFG天使 就不得不好好学习一下 关于比赛的事情 知道了 妈妈不来看吗 我实在 看到下向的赛车 对心脏不好 妈妈所认为的危险操作 对下向君而言应该不那么危险 因为下向君接受过特别训练 身怀绝技 爸爸 差不多不要再谈论下向时 加上君字了 为什么只有爸爸这么健位 那 说清楚点 妈 没什么不好的 称呼什么的到时候自然就变了 其实我作为一个喜欢车子 并且喜欢赛车的男人 是十分尊重下向君的 千万不能此乎其名 从这点来看 女人这种东西 是多么厚脸皮的生物 女儿从下向君来的第二天起 就已经亲力的叫出她的名字了 至于妻子更是加上了将 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排位第六天的计时赛 开始了 备受瞩目的果然是一号车 食神风神 但是第六天还有一个潜力股会登场 各位粉丝们知道的吧 那就是玛丽不足的丰田GT86 骑载开幕战排位第十五名 正赛斩获九名 令香港人士大吃一惊 在缺少上下坡 一无长直线的卢之湖 又将怎样呢 我咨询过数位专家的意见 有此战赛道比第一站更有利的观点 反过来也有更不利的声音 也就是说到结果出来之前 谁都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无法预测的奇迹男孩 这样形容片头下降真的很贴切 好 86号进入起跑位置 出发前15秒 看这边片头真 揪 眨眼还抛飞吻 这不是违反了规则吗 过度接近某个特定选手 是被禁止的 那要向镜里上员打扫包包 即时版举过头顶 出发前10秒倒数 5 4 3 2 1 如同离弦自剑般的 一下子飞了出去 片头下降的卢之湖GT开始了 出发后是一段上坡 我特地进入下降的统讯物 是为了驻守统讯物的解释情况 这上面显示了 一般观众看不到的摇测数据 下降速度的秘密 能透来的东西就尽量透吧 最初的检查点 破镜中 会以怎样的名次通过这里呢 尽请期待吧 怎么回事 应该没升级过眼情啊 刚才的曲线明明是火上破 在被称为MFG中 驱止可数的赛道 卢之湖 片头下降 展示着它的技术 醒目标时 也被早早地打了出来 是错觉吗 不可思议地听到了 像音乐一样的东西 有点害怕 是日本怪谈 通过了melody pad 差不多该来了 周围的景物开始渐渐泛白 从富士山火山口 被翠的火山会随风而渡 不知为何 只在这附近弥漫 细小的颗粒 夹杂着路面和轮胎之间 让车子非常容易滑起来 人称飘落的白死神 别名sleepy trip 不管排出多少次行超车 很快就会积累一定的白灰 4MFG其大不可思议之意 向下降发出警告吧 知道了 通知下降 通入死亡区域 请结束 了解 确实感到了路面摩擦系数降低 我要调整驾驶方式 over 啥意思 刚刚那不是自然的轮胎滑动 是有意图的将尾巴甩出去 来路啊 难道说 哎虚放 86的牵引控制怎么了 糟糕了 那部分没有工作 是坏了吗 不是的 下降希望取消牵引控制 什么 对票仪无所畏惧啊 难道他真的打算 用这种拉力车手办的技术 去挑战死亡区域吗 哇 这是 突入死亡区域后 消失的标识 再次被打在86号车上 过于大胆的飘移 让人一下子毛骨悚言 如知乎 死亡区域出现标识 我的记忆中不曾有个 总部的计算机 竟然给这种飘移跑法 给予了认同 不敢相信 没问题吧 MFG言以为傲的 行车数据分析系统 通过重心移动 将尾巴甩出去 以最小的转向角 在路线上 自由自在的操动车子 这完全是 货真驾驶 藤原脱海的 零分达飘移 晚如昔日 令第一话 自豪的 普败下坡王牌 降临于卢志湖 表姨为啥能赢得 行目标识 我呀 三年间 一次都没拿到我呢 这一滑的路面上 难道这样才符合 物理和科学的做法吗 路二是为了 避免可能发生 且无法计算的 转现不足 怀着百分之百的 驾驭转向过渡的自信 做出了攻略路线 不很快的 看啊 顺 但是我没想过 能这么快 又再次延续了 开幕战 在死亡区域 连续超越的情况 顺位上升到十位 恐怖的片头下降 MFG 全体都忌惮的 白色死神 却只对这个年轻人 露出天使般的微笑 究竟是为什么 抓地力正在恢复 死亡区域 马上就要结束 86号冲出slipstrap 抓地力恢复的轮胎 此车只重新进入高速状态 从湖口卡岔口开始 到湖口水砸为止 是下坡路段 86号车将如鱼得水 哎呀 是各位数 第二站要找找 在排位赛时 就输给下降吗 我也太夸张了吧 不应该这样 明明开木战 从16位开始上升 也勉强娘才通过排位 在此已久未通过 湖口港前的法家弯 真是不敢相信 就算86号车 做过什么升级 只凭两公升的NA 便可以完成这种事情吗 两公升的NA 是什么啊爸爸 嗯 那个啊 就是说 2000cc排气量的引擎 NA是自然吸气的简称 也就是说 没有安装涡轮增压的意思 那安装涡轮会发生什么呢 有涡轮的话 可以发挥出相当于原来的两倍 甚至三倍的排气量 才能达到的效果 总之 下降开的车 没有马力对吧 嘛 就是这么回事 但为什么它能跑到如此前的位置 难道下降可以使用像哈利波特那样的魔法吗 这样形容 很恰当啊 86号车 非常有节奏地穿过炉之湖东岸的临间区域 这个区域需要长时间处理 不知冲左右哪边而来的激励 脚下的功夫好坏 直接影响场景 排名没有掉下 动力不足的86号车 究竟能把在死亡区域赢得的优势 死守到哪呢 弯道魔术师 片铜下巷 上吧 还没有 现在才要开始发挥真本领 对于每条赛道特征各异的M5G而言 悬挂设定应该随着赛道变化而变化 我投入从业生涯中积累下来的经验 对86的悬挂进行了一些调整 目前用的大概是炉之湖Spitial 真鹤Spitial也好 DoubleLaneSpitial也好 热海Spitial也好 我的脑海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蓝图 群马势力所构筑经营壮大的M5G 就算是只能在其中积起一点波兰 也至少是我作为神奈川势力产党的小小愿望 下巷的驾驶特征 敢于长时间应对横向激励的转弯动作 和我们做出位置行车现象米根本不同 轮胎使用方法完全不一样 这种驾驶风格的下巷 终于等到了升级过后的86悬挂 被称为悬挂魔术师的奥山广椅 所操造的悬挂系统 没想到居然有此破坏力 86号车正从驱断2前往驱断3 这里开始到湖畔为止 一直是下坡 竟然跑到了七位 小田园中极基地 开始被躁动的空气所包围 两位魔术师将不可能化为可能 这个引弱机强的势头 可以持续到哪里 第59话 合格 怎么会这样 片头下巷被标识的时间 我感觉好像比创下赛道记录的 折渡光辉时间更长 行目标时 电脑会打给擅长驾驶的人爸爸 是啊 练不太明白 这其中是不是有些矛盾 刚刚的解说 讲过比起于一位的选手 反倒是七位的下向技术更好 那个 要怎么说才好呢 行车数据的分析系统 只对车手的驾驶技术逐出评价 和描表上显示的时间并不一致 比赛这种东西 仅具备优秀的车手是不够的 要车手的技术和车子的战斗力两方面 都处于高水准才行 明白了吗 大体明白了 可是那样下向是不是太可怜了 续方笨蛋笨蛋 拿了那么多钱 就该整辆好车过来 一云直线 油门全开 另外 终点前 还有大约两公里的上坡 对动力不足的丰田GT86而言 这段时间将成为最大的试炼 卢志胡赛到最长的上坡就在这里 这就是下向和8六的远类 而且位于靠近终点的地方也是个大问题 因为到了正赛 终点前的竞争会输给其他人 八六从相跟新道的高架桥下穿过 在缓弯道后 与新道会合 马上就是终点了 86号车的排位赛结束 出乎所有相关人士预料 暂定夺取八位 片同下向作为车手的评价 在这个瞬间成为不可动摇的东西 同时长久以来 也支配MFG 马力至上主义 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土崩瓦解 你这家伙真是干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 好痛 续芳先生 厉害呀 那样的飘移技术是在哪里学的 那是跟学校老师学的 我的老师是飘移达人 他能做出宛如神迹般的飘移 我的飘移和老师比起来只是小孩子的游戏 赛车学校那种地方还能交票仪吗 No 正规的课程中是没有的 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特别教学 休息日 老师就会带我到拉力赛道 为了让我学习重心移动的技术 他选用软悬挂的车子 在摩擦系数低的路面上反复跑 而我坐在老师的副驾驶席上 然后调换座位 老师坐在副驾驶席上对我指导 那种事情每到休息日就会去做 我对MFG的公路赛并没有感到不适 想必就是拜那时候体验所赐 两人坐在草场上共进午餐 在闲谈中捧腹大笑 真是一段欢乐的时光 学校里混血的日本人是很罕见的 因为我会说变角的日语 而得到了老师特别的关注 我没有父亲 有时候觉得老师真的就像我的父亲 So this is me 令人感动的故事 这辆车的战斗力毫无疑问 是所有参赛车辆中最强的 不容任何质疑 我要承认自己的技术并非最强这一事实 固然随着年龄增长 会失去一些东西 但也将得到一些新的东西 为了将这些东西都化为成长的经验 我必须战斗下去 比赛比的是综合实力 怎么能让鲁修未干的小鬼们看别 可是怎么说呢 这样下降就百分之百能通过排位了 作为庆祝 我请你们去吃点好吃的吧 肚子饿了吧你们 是口肉吗 那个呀 别只厌食一种东西 日本好吃的料理有很多 跟我来吧 小田园四街 这里是小田园市民无人不治的名店 天井久等了 Japanese天不罗 神寿司也尝尝 很好吃的 像日本这样 海产品丰富多样的国家 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令我惊讶 当然的了 因为日本是四面环海的岛国 英国也是四面环海 但海产也是文化 却完全不是对手 这个差距究竟在哪 很想知道 天东太美味了 好感动啊 牛洞也好 天东也好 美制都是东 这样的命名很有趣呢 还有什么其他带东的吗 那个呀 煮排洞 青植洞 益植洞 还有海鲜洞 把各种各样的玩意都算进去 就属不幸了 你呀 难得住江之岛附近 去尝一下白纸洞吧 前呐 又富冲击兴的美食 这一本呢 也是文化呀 这一本呢 外国人 大家第一次就会喜欢上这个屋下 台湾六日结束 一号车石神封神 暂定二位 86号车 片东下巷 暂定九位 九号向叶顺 暂定十一位 次日 腾泽市 回一下巷 今天的打工到几点 早班 三点下班 练也差不多那个时候去连仓 到时候会合 继续探索连仓吧 OK 我也想尝尝白纸东 练一起吗 好啊 那和下巷在外面吃饭的事 练就去跟妈妈说咯 谢谢练 很期待呢 练也好开心 和下巷去约会 卢之虎 在死亡区域中 快速窜行的12号车 与一位 折渡光辉间 仅有0.2秒的差距 现在暂定第二位 把这所有的弯道 都使用飘移来处理的 Crazy Boy 貌似成为了话题 如果学会了优秀的 保时捷测试测手 所终结出来的脚下功夫 就不必装那种努力 12号车 被驾驶的灵动轻巧 看不出任何破绽 抛发始终维持平顺 并且好快呀 然而 这个节奏的规划 是发生什么了吧 一直与赛道记录 保持者0.2秒左右的差距 像是有什么计划 在跟车 这是偶然吗 还是故意为之 我有预感 这种违和感的背后 肯定是掩藏着什么 厉害呀 米哈伊尔 完美如你预言的那样 到前方检查点时 差距大约是0.15秒 我只能认为 你的眼前 真的有一辆4号车在跑 就是这样的 其实现实中 那里空无一物 我还是能看见4号车的尾巴 我故意仰他零炮 等进入最后两公里的上巴士 再全力以赴 再次之前 要放轻松 不能认真 但是记录时间 不容仰人 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唯一贴册 从区段1 死入区段2 和4号车差距0.3秒 看不见的 手尾相连持续着 这样的作战啊 太狡诈了 德国人 好了 干为什么的就让给你吧 不过在正赛时 我要把你那高高的鼻梁打断 贝肯鲍尔 其实一点也不恐怖 年轻又小有成就 但却是个无趣的家伙 要我说的话 下项才更恐怖 那家伙 无可限量 两升的NA 还是落后时代的三踏板 就算如此 也能夺得九位 这份强大 大家没人注意到吗 在这里 仍是0.3秒的差距 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激烈的蚕斗 在4号车和12号车间进行着 好 一云直线 2.5升的动力单元 7速PDK的变速箱 将车体推上急速 最后两公里的上坡 在这里排气量优先的开门 有望取胜 到这里后 贝肯鲍尔将自身的状态提高了吗 标识出现了 和4号车间的差距渐跪零 哇 从这里开始 相对于4号车的差距已经被抹平 随即转变为领先 终于逆转 贝肯鲍尔暂定位于守卫 果然还是强啊 就会如此结束 德国改造人 给大家展现了他的这份速度 回过神来 已经在杂染的功夫里 取得了一秒的优势 审内出现 连仓势 对了 亚拜在什么时候用呢 我不是太明白 这样吗 嗯 例如当你听到很美妙的音乐时 第一次去店里食物好吃的不得了时 就能用这个词 还有想到了 当你见到着装品位有点糟糕的人时 考试分数低时也能用 这和前面两个意思完全相反呢 太难了 对我来说 没办法熟练掌握 练许了什么愿望 那可是秘密 那么想知道的话 下项先谈谈自己的 之后练或许会告诉你 不 那个 说不出口 你看吧 没事吧 那也受到了十倍的伤害啊 有件事情想拜托练 什么事情 其实我马上就能拿到打工的薪水了 想用这些钱 招待一直以来 对我十分照顾的西元寺一家 一起去吃饭 哎 不用那么做了 好不容易通过辛勤工作赚来的钱 应该用在自己的事情上 No 这是从很早之前就决定好的 想拜托练的是 到时候如何选择餐厅 请告诉我你经常光顾的 最中意的那家店 想想吃个多么好的孩子啊 知道了 那不过是小事一桩 爸爸和妈妈肯定会感动的 真能让他们高兴 就太好了 想弄个惊喜 请练到那天为止 都替我保密吧 久等了 生白之景 哇超乎想象 这个要怎么吃 推荐你稍微放弃酱油 和米饭一起送入口中 会很好吃的 surprise 自从外观看 绝无法想象到竟然如此美味 呀拜 对吧 话说 练 白子是什么东西 白子就是白子啊 很小的那些鱼 白子这东西是 体内不含色素 白色质鱼的总称 主要是杀定鱼类 其中也有可能混淆 飞鱼和卖鱼的自语 多谢管带 谢谢会顾 请务必再次光临 另外 卢之狐GT还请加油 片铜先生 我会支持你的 暴露了你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像海外名人那样 戴上墨镜 来隐藏身份如何 那样一点也不酷 东京六本目 MFG总部 第一第二两人 都打破了赛道纪录 好厉害啊 两个人将之前的赛道纪录 大幅度刷新 顺带一提 这次的纪录和那个梦幻的纪录 相比怎么样 和那个相比 也有小幅度刷新 其借使出浑身解数 做出的即时圈 MFG到第四年 终于超越了这个等级 话说回来 正在当日的天气预报怎么样 刚刚的结果 有很大的概率会下雨 哎呀呀 是雨天比赛啊 做好心理准备吧 提到下雨 地计划的下坡王牌 在实力环境下 可是超强的 那他的土地自然也会很强吧 MFG运营的惯例 从排位赛最终日 到上日赛之间 有一天的空档 这天从早上开始就下起了雨 续方自动车 呀嘞呀嘞 变成雨站了呀 FR这种驱动方式 在雨天很弱 与四驱集中级引擎的对手相比 存在极大劣势 难得升级了悬挂系统 在排位时明明那么棒 要白费了呀 对了给奥山先生打个电话 我的86前后军装有能够进行 30级阻迷力调整的减震器 需要跟人学习一下 在雨时大致的调整方案 卢之湖GT正晒 天气为降雨 全世界3012万的MFG粉丝 大家好 我是实况解说田中阳2 六月的雨轻柔地敲击着卢之湖的水面 MFG第二站 卢之湖GT基本要在雨中进行了 这次邀请到的解说嘉宾是 Jero学院的主办者 石田龙次先生 石田先生在本地小田园的市议会 担任议员 投入大量精力 从事通过汽车运动 促进少年健康成长的活动 并且有时还三批法医 于自家的寺庙中担任住持 可以说简直是兼任三职的超人 石田先生请多关照 哪里哪里也请您多关照 围场 好 检震器设置完成 在三角时雨确实停了 可到山顶后又下起来了 在相跟这种事情 就像是家常便饭 山上和山下的天气会有所不同 续峰先生好奇怪啊 为什么要做出那么严肃的表情 为什么 你呀 因为眼下有必须要如此严肃对待的事情啊 紧张到让我胃痛 在丝滑的路面上行进 公路赛可不是明智之举 可以的话终止掉比赛再好不过了 参与比赛的重关系者 大家应该都怀着这样的心情 特别是这辆车 前置引擎后轮驱动的布局 要处理丝滑路面不是一般的棘手 俱方先生 于是公平的 对15台车全都一样 我并不讨厌你 不如说 你是我的伙伴 车手会议结束 选手们快步走向各自的车子 相爷前辈 Good luck 嗯 你也是 这里是巨方 无线电信号如何 很清晰 副驾驶席上放有干毛巾 用它把鞋底的水擦干 鞋底要是湿的 就会和踏板间接触不良 Over 了解 据开赛的预定时间 还剩下5分钟 来请教一下词电先生吧 在与中比赛的选手们 要做好怎样的心理准备和规划呢 用一个词来盖货的话 就是忍耐力吧 与中公路 轮胎和路面的接触状况 瞬息万变 在寻找抓地力的界限的同时 还要与对手互相切磋 是也被前车扬起的水花车挡 并且车子的姿态 会不断地违背车手的意志 多个消极的要素叠加 如何保持冷静 判断力就变得尤为重要 发动不必要的攻击 是无法遭来好的结果了 选手需要不为外力所动的 强大忍耐力 原来如此 变成测试精神力 强大与否的比赛了 就是这样 坐在驾驶舱中 坐等出发的四位选手 应该承受着 甘地比赛所无法比拟的重压 天使们完成列队 出发前一分钟 甘位的12号车 在无人机的引导下 慢慢地使出奇跌 4号车折杜 1号车死神 接着2号车赐雨 最末尾的23号 现在穿过7点 15架无人机 同时亮起蓝色信号灯 整齐的车群 列队一下子散乱开来 激烈的水雾 让状况完全无法分辨 牵引力在优的三台市区 借起步的冲刺动扫 3号车大石 超越13号车 接着5号车版本 超越8号车 泰勒 而在后方9号车项叶 超越18号车 一般来讲 对于路面上行驶的市区 实在太过不利 但是 湿地条件下 这个牵引力 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这战被我赚到手了 市区就是为这一刻而存在的 领跑者 贝肯鲍尔 4号车折渡 紧咬在他后面 瞄准25.3千米后的终点 15台战斗机 卷起茫茫水雾 第65话 凶恶的死神 下雨好啊 不管有多少马力 也无法发挥作用 如同把武器丢掉 大家空手较量一般 这样就能清楚地分辨 真正快的家伙 到底是谁 别小康我呀 折渡 我对四号轮面 处理的绝对有自信 没有任何理由 我会输给日本车手 经常从事 漫于市区的河坎 但一旦速度起来后 便不会再有丝毫的迅速 眼前的Lambra 还有更前一位的越马 我正处在 可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 意大利品牌 相交锋的位置上 让你们见识一下 本田的潜力吧 池田先生 请教一下 您认为 雨中死亡区域的路面 状况将发生 怎么样的变化 我做了最坏的状况设想 雨虽然可以 遏制新的火山灰 四处飘散 但以前落在角落上的鸡灰 会被雨水冲为泥浆状 流的倒数都是 会滑得无法应对 特别是第一圈 进入死亡区域时 有必要谨慎行事 全旗水雾列队进入 卢之湖Skyline 仙头集团 一拥而入 Slap Trap 可恶 四号车发生转向不足 路线偏移很大 抓住这个空气 抓了过去 四三号车 顺利超车 方向盘的操作 有些粗糙啊 打死了 在弯道路口处 市区并没有什么优势 好 险啊 我明明已经很小心了 没想到竟出现 如此长度的打滑 雷列时建造的那个飘移 在这里要暂且封印吗 但就算用最普通的跑法 也不该只有这种速度吧 这么年轻 却挖掘出那么多潜能 我和M6的过弯水平 还算说得过去 就让我仔细欣赏一番 超级细秀的跑法吧 滑呀滑呀 超滑呀 超高 好开心 忘记喜欢这种玩法 虽然雨水让死亡区域的路面 变得异常凶险 但毕竟是被选出的 15名顶尖学手 大家并没有放慢节奏 而是尽量的踩下油门 12号车和4号车 将后续车辆甩开 1号车跟不上了 315的列队深长 有些地方分段开来 渐渐形成各个集团 池田先生 根据到目前为止的发展 你有什么特别在意的地方吗 有的 我个人很关注 位于中右集团的 86号车的表现 在进入死亡区域的车群中 只有这台车动作完全没有慌乱 安定的可怕 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存在 说起片头下降 他在排位赛使用 宛如拉里赛般的飘移跑法 更新了死亡区域的区段记录 并且他现在变更跑法 使用了同别人一样的安定驾驶方式 就是这样 当比赛才刚开始 我便想说 这份从容的安定 只能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先头集团通过了胡考甲岔口 赛道从这里开始 下坡的坡度将会增大 不容许 哪怕是一瞬间的松懈 雨中的下坡 任何失误都足以致命 难得投入了GTR来参赛 却躁一降雨 简直事与愿违啊 在那段地方 牵引控制和稳定控制 一起介入 没想到竟被两公升的NA车 逼到这种地步 不过这种状况的话 无论你再怎么擅长下坡 也不能提高物理上的转弯速度 我在入口处占据内线 紧贴着内侧过弯 而你也只能干嫩眼 而束手无策 喂喂 你想做什么 居然要从大外车变小看我 嗯 没有抓地力 在这种湿滑的路面上 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达到如此状弯速度 难以置信 哇 86号车超越7号车 石田先生的预言应验了 不敢相信 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 轻而易举地进行超越 片头下向 是跑在另一个世界吗 这样任务就完成了 这里会这样来回答问题吧 你中意什么类型的男生呢 要说这里会欣赏的人啊 这里会没什么特别的样子 嗯 不过不过 不会说谎的人比较好 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 这里会转世交到男生的欺骗 不是帅哥也无所谓 只要不会说谎 常识的人就好了啊 啊 我懂 我懂 是最容易被油嘴滑河的小子 欺骗的类型啊 以上 是今年新加入的成员 泽村真理会将 说起天使 其中苗条的模特体型 占据大半 可为什么 有一两个 他这样丰满 不 我是理了 说自然体型好呢 还是健康的体型好呢 根据我田中的调查 总算真相大白 这是工作人员通过揣摩 天使创始人 尚有死号 包括本部长 喜好所挑选出来的人选 哦哦 实在啊 那个尚有军 有这样的癖好 又嘎聊起多余的事情了 田中那家伙 得严重注意 吃天也是 什么吼吼 高兴够了吧你 以后再也不会 找你做解说了 争夺首位的12号车 和4号车 通过湖靠桥 从这里开始 即位驱断2 入后他们6秒的是 3位1号 4位2号 5位13号车 6位3号车 前缘军在雨中也很稳定 车子的平衡性不错哦 哪怕与意大利 和德国的超级跑车交手 按SX都寸步不让 7位集团来了 5号车版本 8号车太乐 而且片头下向 也到达了这个位置 就这样随便看看 便能明白 86号车的动作 十分稳定 这种表现 不止源于驾驶技术 车子方面 精妙的私地调教 也无疑是必须具备的条件 说不定出置一位 优秀的机械师之手呢 10位集团 7号车大鼓 6号车柳田 在其背后 9号车项叶 已然迫近 在间隔不远的后方 18号车 北远 处于独跑的状态 接着是16号车 8潮 最末尾 23号车 京急 所有的车子 都进入到了驱断二 怎么了 响 节奏没能提升 偶尔 牵引力不足啊 无法尽力踩下油门 是因为悬挂太硬了吗 也许就是这样 旺怎么说 旺江更喜欢软鞋的悬挂 我想他大概在顺畅地跑着 我这边守住这个位置 就已经竭尽所能了 雨天变弱 无可避免 只有边跑边祈祷了 Over 16号车的调教方案失误了吗 深切体验到MFG比赛 悬挂设定的困难了 雨天令我束手不策啊 仙头集团通过了 胡靠港前的法车弯 不希望被仙头两台车 进一步拉开间隔的是 三位集团 区别于动力制胜的这五台车 刷新赛道记录的两台车 果然是特别的 差距还在不断加大 学院现场在看着 可不能跑出不像样的比赛 作为这座学院出身的车手 M6无法发挥原有的马力 干路面的话 要对付柳田的精巧 转板技术还是很棘手 不过今天的铁石地利 都在我这边 只要有稍微长的动力全开局 就能干掉它 可以的话 最好架上弱感丧致 在哪里 在哪里动手 争夺十位的三台车 纠缠在一起 向着发甲弯飞丝而去 哎呀 就是这儿吧 9号车动手了 两台车的路线相互交错 确定牌的话 对方可是GTR 牵引力方面 M6还是比不过它 超越成功 此点先生 刚才的场面 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吗 好啊 后轮驱动的M6 为了应对弯道出口处 哪怕是一丁点的横向激励 也不得不选择 大半径的转弯路线 与之相对 向越军采用小半径转弯路线 虽然十分辛苦 但是能够很快的 使车头对准弯道出口处 让四驱的牵引力发挥价值 到下个弯道 有较长的加速区间 并且还是上坡 使得二驱的柳田军 处于不利状态 漂亮的超车 多说几句 小田园出身的向越顺 是在Jero学院学会的赛车 也就是说 他是池田先生的弟子 关于这方面的话题 随后再谈 顺位发生变动 七号将拜托了 那么请工作结束的七号将 接受提问 你认为所谓的男子气概是什么 怎么和一时以来问的问题不同啊 好不容易才想好了答案 那个 所谓的男子气概 我认为是温柔 啊 答案有些出乎意料啊 温柔和男子气概不太大调吧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温柔 是由强烈的思念 衍生而出的东西 我认为温柔的人 就是有男子气概的人 感谢你这番康海激昂的出色回答 人气持续上风中的新人 七号将 好可爱啊 到这里就追上来了 实在是早啊 能在雨中表现回跃是一流的证明 不论你从哪边动手都好 要来就尽管来吧 MFG第二战正赛第一圈 在雨中比赛的下项 展现出别具一格的跑法 即使在雨中 透着眼睛的保持节 还是具有很强的抓地力啊 难道要在那里动手吗 那个空间被他占据 就无法踩进油门了 太快了 片桶的走远速度 哪怕时速仅有2-3000米的优势 就算如此 在比赛中也足够完成超越了 路线完全被他所支配 简直是鬼瞎床啊 你就是惨斗的天才吧 86号车超越8号车 终于到了8位 无论能终结了片头下项的 雨中快进击 在我长久以来观看比赛的经历中 这种程度的场面很难见到 12号车和4号车 及以上8号车都进行了 出类拔萃的表演 这三个人有一共同点 你明白是什么吗 都使用玛丽较为不足的车制比赛 对吗 这也是正解 但我想说的却不是这个 是他们三人都各自在欧洲学习过汽车运动 哎呀原来如此 贝肯鲍尔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 泽杜光辉有在法国长期留学的经历 片头下项更不必多言 他才被称为汽车运动发源地的英国长大 当然大前提是三人都具备与生俱来的天赋 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还能这么强 我认为源于培养他们的职业选手 育成的环境 我对于那方面的事情不算精通 从现在开始 说的观点仅为推测 例如文旁人所言 英国的天气在一天之中 可以呈现出世纪更替般的激烈变化 RDRS的大本营 多宁顿公园 赛车场就在那里 其设计老旧的排水力 糟糕远近门鸣 只要一下雨 就会变得异常难跑 曾经 埃尔顿赛纳 在雨中的多宁顿创造了传说 片头下项还很年轻 但雨战场数 就已经远远凌驾于同时代的日本车手了 关于其他两人 恐怕意思同样的 在漂泊大雨中展露头角 想必也是持有相应的骨气吧 想到Lotus调教方面做得不好 这次想要展开协同作战 也许有点困难 蛤 真是的 没了协同作战 雅基 K台兄妹 什么的不就无济于尸了吗 没办法 就有望独自干掉眼前六号车班 和鸭子大哥在后面老实的看好啊 混蛋 你说什么 别以为在排位时赢了我就可以得意忘形 那个是事实啊 不甘心的话你就追过来啊 你这个暴皮go over 仙头集团死入国道一号线 从这里开始 赛道江河小田园有一段重合的区域 不过是反向的形式 得罚两台同为中置眼情的中型车 还在激斗中 难看 难看啊 胆小的德国混蛋太难看了 在雨中很显然你只想进行安全的比赛 到目前为止 或许你都是就这样赢过来的 但这次我不会手下留情 第一圈先慢慢分析 行动留到第二圈 让你品尝一下被后车粉碎的滋味吧 三位集团接连由区段二突入区段三 在后方稍微发生了些异动 单独行进的第七名五号车版本 被一辆红色的车子接近 86号车都跑到这个位置了吗 就是这样啊 片铜下像用惊人的高速步调 穿梭于临间区间 开什么玩笑 既不是四驱又不是涡轮 没有安装任何特殊装置 像垃圾一样的车 为什么能够追上我 真是个恐怖的小鬼 好快的车 奥迪不愧是世界上最早做出四驱的制造商 就算如此 我也不得不超越到它前面 好开心 参加MFG竟然会这么有趣 不亲身体验一下 是想象不出来的 好像是被86号车紧逼的压力 所吹动的5号车提高了节奏 看来这两台车多半是可以追上前方的三位集团 好厉害的展开 三位集团膨胀为具有六台车的大集团 并且其中的一脚竟然是两升的NA的丰田GT86 在原箱跟弯角处左转后 赛道的走势从这里开始 沿着与湖畔忽近忽远的方向前进 区段三这个地方 从赛道整体来看 是比较高速的区域 这种条件下不只看车手控制油门的脚下功夫 同时也是每台车各自搭载电子设备性能优劣的竞争 即使是这种级别的射手也需要依赖那些设备吗 肯定的 如果是全部状况都能轻易把握的封闭赛道还好 可卢之湖GT是一圈25公里的公路赛道 哪个地方有多少积水 直到通过哪位置都是无法知道的 活用切野力控制和稳定性控制辅助等 便能够减少车手的负担 现在的电子设备已经十分优秀了 当然可以的话不让那两样辅助设备进入 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因为那些系统会给轮胎和刹车带来负担 这样的话也会将电子设备全部关闭来比赛的选择吧 那有点不现实 要是干地大概可以 这种条件无异于自杀 别再说了 我的86就把那些全部都去掉了 胃又开始发痛 感觉要吐了 一船直线上挤走的白青大丸 其他任何都无法介入 一支援的一对一决战 破里斯竹 折斗军具有从外表上无法发掘的胆量 四号车的驾驶舱被水雾遮挡 应该是完全看不清前方的警务 一位和二位的车子 在右转后马上从镜头中消失 这里开始将是大约两公里的上坡 并且现在三位集团蜂拥而入 一船直线 其和仙头集团的差距刚好是一船直线这段路的长度 好猛烈的水浪 凭肉眼无法识别列队后方的车子 最糟糕的状况啊 什么都看不见 但我在直线上的急速 应该是远超13号车的 不在这里超越的话 上啊 哇 三号车突然从水雾中穿了出来 要在这里决胜负了 那么会怎么样呢 虽然并排了 但却没能冲到最前面去 差了一步 超车失败 怎么可能让你那么简单过去 别喜欢NSX的千眼力啊 三位集团的六台车 向着终点前的上坡冲去 按照预想 86号车将在这里被甩掉 九位集团的三台车进入一船直线 八号车泰勒 七号车大鼓 九号车项叶 九号车悄然而动 好 并排了 到侧面就看到了 在后面啥也看不着 为了冲刺到泰勒后边 需要踩满油门 AMG GTR 对日产GTR 日德的GTR决斗 是日产胜出 向月顺又提高了一位排名 放手去坐吧 神风霍霍 向池田先生请教一下 这明明是和先前很相似的状况 可三号车却失败了 差距究竟出在哪里 没错 普拉坎和日产GTR 同样都是市区 区别在于防守方的两台车不同 中置引擎的NSX 对比前置引擎的AMG GTR 千眼力的优势 扩大了13号车 急速上的优势 原来如是 是相当清晰易懂的结说呢 加油哦 九号车 那么请金字姐接受提问环节 对大姐来说 理想中的男性形象是怎么样的 又来 问题有了些微妙变化 这个 我从很久之前就在想 男生背一点的话会比较好 这又是为什么 是为了方便操纵他吗 不是啦 别把人说得像魔女一样 才不是这么肤浅的意思 爱耍小窗面的男人 基本上气量都很小 那样的男人没有魅力的 特别温柔 极度正直的男人 才能给女人带来幸福 带温柔的短剧 一下子把电章的话吵起了 下一个是泰勒 正前面的位置是下相 我到现在为止的 人生中都没预见过这天台事 我想跟他仔细看 仙头集团离开国道一号线 向着卢之湖 Skylight的路口右转弯死去 三位集团所过之处随雾弥漫 这是有些意外啊 86号车仍在这里 想象中差距被拉开的情况 并没有发生 第71话 神风 雨水的恶作剧 就算是马力超过600匹的怪兽 不能靠轮胎将动力传达至路面 也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方面 形成这样的大集团 还源于彼此间相互的牵制 使得全体的节奏放慢 或许会是稍长的一段谈话 没关系吗 请 慈田先生 这是根据我长时间积累的经验 而得出来的一条结论 市售街车 在封闭赛道那种场所驾驶 人类能够控制的马力界线是400匹 并且如果换成公路的话 这个界线还会降得更低 根据驱动方式的不同 大概只有300到350匹马力的样子 会下降这么多吗 可是 MFG的上位排名者 人均都超过了600匹 是啊 可是我认为参加MFG 并不需要这么高的马力 他们对规则的理解方向出现了偏差 抓地理车重比 这条规则中 被故意设置了好多具有迷惑性的陷阱 我要是太多嘴了 会惹高桥梁界军生气的 也似可而止才行 海外品牌价格高昂的跑车 以常人无法驾驭的马力 极宽的轮胎和电子设备作为装饰 作为地位象征 被卖给富裕的阶层 在我看来跟傻瓜一样 稍微有些跑题了 回到本来的话题上吧 像今天这样的被遇临随的公路 和操控的马力界线会进一步降低 200到250匹马力左右 不怕大家误会的说 也就是这种程度 只有这么点动力吗 那个 实在是过于令人意外的数字 200匹马力 也就是说刚好和两胜的NA 丰田GT86的最大输出相当 是啊 这场于很大程度抵消了86号车动力上的劣势 对各位粉丝而言 头脑中更清楚了这个概念 就更期待之后的比赛发展了吧 名为雨的神风 向着片头下向吹来 三位集团重新回到起跑点 车队漂亮的分为两列 交替穿过左右的发车位 这场面有点不可思议 这个 要油门全开穿过宽度狭窄的发车位 可是相当恐怖的 为了避免视野被水雾遮挡 需要与前车保持少许距离 就只好这样做了 原来如此 确实啊 这或许也是降雨引发的奇景之一 后续车辆接连穿过发车位 突入第二圈 比赛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 被雨水玩弄的神石舞的怪兽军团 只有具备真正优秀的技术 才能从这里开始展露头角吧 因为前方将是支出獠牙 等待猎物的卢之虎死亡区域 决定了 全体车手都讨厌最凶险的地方 死亡区域就在那里动手 第二圈的死亡区域 已经出现在先头集团眼前 持续展开追击 紧咬住12号车的是 4号车折渡 大战一触即发 危险的气息四处飘荡 令人绝对无法一开目光 死亡区域 引人入胜 MFG第二站正赛第二圈 下向处于八位 先头两台车 剑拔弩装 4号车抄前 贝肯鲍尔首位宝座鱼线 简直是惊心动魄的首位争夺剧 共有三次车体接触 此点先生 这是超车的要点是 竟然在死亡区域 贝肯鲍尔并没有犯错 是折渡军使出了超越界限的高速进攻 偶然发生的接触 源于12号车用基本的跑法 驱车向搬到Apex点靠近 却没能料到那里突然出现了4号车的车头 集中着全车的重心的后侧被碰撞 造成12号车失去平衡 在其恢复的状态 损失的时间将是致命的 之后的两次接触怎么说好呢 是信念和信念的碰撞 在相互争夺路线的最后 4号车获得了有力的位置 与外车护栏插插的同时 油门全开脱离缠斗 无论是超车方还是被超方 他们的表现都很出色 MFG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超车战力完成 就算只有一个瞬间 让我评价是什么令自己必须认真起来的同时 便决定这份屈辱感加倍奉唤 那个位置并不适合廉价的法国车 那里是我和伟大宝石街的指定席位 东京赤板 被干掉了米哈伊尔江 从参加FMG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吧 就这样一二位闻赛的话可难办了 恐怕他要把自己关在卧室里 两三天都不吃饭 如果没有我跟着这孩子就招了 自信过剩 以自我为中心 交流力为零 情绪又不稳定 大概一辈子都没办法结婚 但是啊 比赛却却不会收 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无其他可能 米哈伊尔在这种地方输掉什么的 都存在的了 三位集团马上便要到达三国甲 六台车的列队冲向死亡区域 什么 那里被占据的话就无法踩下油门了 不管怎么看都冲过头了笨蛋 那样是没办法转过去的 八十六号车在三国甲拿下了五号车 果然片铜下降不会一直沉没下去 自集团的最末尾燃起了进击的风火 词典先生请您解说一下八十六号车这次的超车吧 就算是我也无法确切的解释片铜军的技术 像版本熊大这样级别的高手被那么简单的干定 硬要说的话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这个三国甲是长距离上坡和之后下坡的交界点 擅长处理左右横向激励的赛车手 却不习惯上下激励的变化 人的半规管遇到这种情况会有一瞬间丧失平衡感 因此版本军在入弯时才会露出些局破绽 与其说片铜军没有看漏机会 不如说他是故意的 打从一开始就瞄准了这里下手 泽渡光辉 贝肯鲍尔 还有片铜下降 池田先生关注年轻的选手们 都会在雨中的卢之湖的死亡区域中表现活跃 这首秘技我还是在D计划时代被大哥锻炼出来的 其对于公路追溯理论来讲如同是家常便饭 由藤原脱海传授给片铜下降 于是理所当然被继承了下来 我也会猛的实处这致命的一击 开玩笑吧 我的后面应该是版本的奥迪踩队 怎么回事 这台红车的车是 通讯物呼叫带物 能听见吗 别小看后面的86号车 那台车路而快的过分 5号车就是被这样干掉的 大意的话会是同样的结局 注意点吧 偶尔 这里是带物 啊 偶尔 才不是住不住意的问题 不要再给我增加新的指令了 好吗 在这个划来划去的死亡区域 我这边已经用处在死亡边缘的状态 亡命黄奔了 就算是稳定控制 持续介入 前轮和后轮还是会不断跑偏 糟糕 前轮抓不住地面 下坡抖得过头了 哈普斯并无法救回来 完蛋了 万事休矣 三号车打滑 三号车维持着半吊头的姿态冲出了赛道 已经不行了吧 没法回到赛道上了 大石待物 退场 管制中心呼叫三号车选手 能听见吗 请应答 请报告是否受伤 请应答 好啰嗦啊 你有在看无人机拍摄的影像吧 这里是大石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又不是东的以下撞上的 赶快进行回收作业吧 中心呼叫三号救援小组 请求安全车出动 从拍摄方面上来看 可以判断事故车辆的状态不会对比赛造成障碍 请先直接回选手 拖车在比赛结束后再出动 七号车和六号车几年在一起 这或许是个机会 一直以来都是和大哥两人使出山明志对列加工 换一个人试试看 可恶 被十八号车追到了 大鼓太慢了 都是因为你的错 让我也得放慢节奏 没办法呀 马力太过剩了 你想超车就来超啊 像下下那样的瞬间移动我没法做到 但却可以借助水雾隐藏自己 假装去外侧 哎 上了上了 明明长着一张可爱的脸 没想到竟然如此果断 休想 转弯速度的话不会输给阿拉法的 既是弯道创务平分车色 那盈利工性能上的 可别小看碳纤维车口 忘了排名提升了吗 真的假的 那家伙 只有这个时候才会觉得离合踏板帮上大忙了 除86号车以外 有三踏板的车就仅剩16号车 Lutus 那是行 打滑后的旧车很粗彩 别说了三姑 打滑什么的 你这样不是都被忘听到了 Spin啊 好顺之家伙 纠缠不清的 三人通话 夏威集团中 排名发生变动 18号车北渊 顺位上升 顺位有变动 这里会这样 拜托了 好 18号的成熟 是和真理会将年龄消仿的女孩子来着 接下来要向真理会将提问了 您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嗯 实在没什么想要自己去的地方 但是能和喜欢的人一起 不管去哪里都很开心 快餐店也好 高级西餐店也好 天感是差不多的 然而现在还没有那样的人呢 招募中哦 啊啊 我好像懂了 这种类型是典型的只顾自己的女孩子 跟她玩玩可以 却绝对没法成为本命 仙头集团通过狐扣心桥 从这里开始将是驱断2 总觉得雨势变得更强了 水雾好大 很不错呀 清晰的视野 不必沐浴在别人扬起的水雾中了 太爽快了 看上去很焦暴啊 吃鱼海人 不会让你超过去的 血野力方面我这边在哟 MFG的规则第一次发表时 直觉告诉我 非911不可 规则对中置引擎造成障碍 对后置引擎却毫无影响 高桥两届稀里糊涂看漏的超规存在 那正是后置引擎保时节的 三位集团也穿过了狐扣心桥 由于三号车掉队 列队变为五台车的集团 一如既往的激烈残斗的状态持续中 利于集团先头的一号车 感觉它的节奏没法再提高 哪怕是一丁点 就是这样啊 石神军并没有受到什么保护 好在集团先头确实是件辛苦的事情 特别像今天这样 一滑的路面状况 担任领跑者可是很辛苦的 就算如此 考虑到和前面两台车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 也不得不说是石神军的节奏 压慢了集团整体的节奏 好烦 石神大叔哟 三位集团变成像这样开我车的缘由 你不会不知道吧 领跑者阻挡了后车 都是因为你太慢了 你打的算盘 一看便知 认为后置引擎好像具有什么特权似的 高桥梁界不会天真到那种地步 后置引擎保时捷的历史 是将RR特有的列字面封印 并加以改良的历史 延长轴距 扩大轮距 让后轮差于转向 安装各种电子设备 使产品作为街道车而迈入成熟的领域 但去比赛会怎样呢 在四滑路面上 就算做出厌恶的表情 也不能让车子的基本特性发生改变 可别小看称作爵士天才的高桥梁界 要让RR不受规则的制约 就需要与之相对的东西来支撑 赤鱼海人释放出巨大的压力 在一号车和二号车触碰之前 便先一步接近了 不不不 从碰撞开始就已经 真不客气啊 赤鱼 被那样对待 就算有心理克制 情绪也会被扰乱 因为作为塞车手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 可是我这边同样受困于相似的处境 没想到会被86紧紧咬住 就算是曾经战无不胜的一号车 也有被人驱赶的那么一天吗 GT3的车体出现了摇摆 对一向冷静的时辰区来说 确实是少见的状况 一号车和二号车缠斗 正处于高度紧张的时刻 就暂且将画面固定在他们身上 让我们见证接下来的发展吧 如智湖北岸的临间区域 盲弯连续不断 加速中的比赛不断升弯 要就这样穿过危险的积水域吗 常年在赛事中摸爬滚打 让名声响测世界的欧洲两大品牌 保时捷和法拉利 如今他们在此决一词雄 两台车的总价值有多少 我想都不敢想 稍微有点冲过头了吗 车速没能降下来 前轮的接地感消失了 先别慌 首先 慌乱的松开油门会一下子露出破绽 要缓送油门 等待抓地力恢复 回来 前轮胎呀 回来 快给我回来 一号车打滑 二号车抓住空隙 抓了过去 一号车被骚赛道前进方向停了下来 后续车辆接连从一号车身旁经过 有无人计在赛道上方全体 王能想说 发生了啥子 是死神 那是我 一号车呼叫管的中心 请人去我调头 回归比赛 危险 不要乱动 仍有后续车辆接近 可恶 要调到多少位呀 我本应该是寄军才对 顺位大幅下降 现在他终于回归了比赛 一号车跌落到了12位 看上去 一号车像是在碰撞混凝土时 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伤 不会对比赛造成障碍吗 十点先生 只通过转播画面 并不能往下定论 但看起来 他以适当的角度 对碰撞进行了充分的缓冲 同时 低摩擦系数的路面 也有助于减免损伤 如果悬挂上没有出现大问题 就无碍了 七号降 静子姐 要换的板子书有点多 拜托两位了 好 知道了 八六的排名板 要放到左列最下面 先把一号的板子取出来 会比较好 对对 五位什么的 好厉害呀 夏夏 你是怎么办到的 那么请工作结束的 两位天使接受提问 首先从七号降开始 你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嗯 我啊 夏天快到了 有个种令我想起的地方 那就是住在新系的奶奶家 直到小学毕业 每年暑假都会和商亲一起过去 但是后来爸爸的工作变忙了 已经有差不多五年没去过了 奶奶家一山暴水 终于都是稻田和汉田 吃西瓜 烤肉 钓鱼 真的很快乐 这是暑假练考虑了一个人去的计划 要偶尔回去一次吗 我妈也上年纪了 对啊 在得到如此优质的答案后 又再回答同样的问题就困难了 静子姐 不用你管 我想去海景瑰丽的南方海滩 在这床省下 喝着热带饮料 穿上性感的比基尼 一天到晚什么都不用做就好了 像鲜南海滩这种遍地色男的地方 我已经彻底厌烦了 哎 辛苦啊 大姐 三位集团的先头二号车 将节奏提升了 次与海人发起了激进的进攻 通讯屋呼叫海人 你和首位集团的时间差太大了 不可能追上的 这种环境硬要去进攻 风险实在太高了 规划如何稳稳拿下地均 才是最优的目标 Over 海人呼叫通讯屋 那样比赛就没有意义了 二次的一号车终于消失了 难得眼前一片开阔 没有挑战心的话 也就无法迎来机会 我们的争论到冲线为止 是不会有结果的 Over 二号车独置居于三位 在他身后的不远处 是激烈争夺第四位的13号车 和86号车 没想到在这个位置 还能和你再次交托 与开幕站相比 我们都相互变强了不少 一号线那处夏普克带来的冲击 如今仍鲜明地烙运在我的记忆当中 着实给我留下了心理眼影 现在可是一雪前指的好机会 我就用NSX抱揍你吧 86号车 仅咬住超强的NSX 台北赛时 这个临间区域正是片童下向擅长的路段 这里视野不佳 盲弯连续不断 需要长时间应对忽左忽右的横向激励 甚至还是在高测速的情况下 想进攻的话 真的非常困难 片童军确实巧妙地将复杂的赛道布局 牢牢地记在自己的脑中 否则就无法在这个区域 如此的尽情地飞驰 连数次参赛的老手 也远远做不到这样的事情 天才之类的词语 我可不会随便使用 于赛前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 片童军肯定盼望着在这场比赛一载身手 这是所有体育运动共通的准则 所谓的才能就是从踏实的努力中 不断积累出的东西 镜头切换到4号车和12号车 他们早早地从第二圈的区段2 死路了区段3 经历了区段1激烈的攻防 现在看起来 先头集团像是处于安静的状态 不得了 这是令人窒息的心理战 我能看出夺得守卫后 泽杜军便全力的想要甩掉12号车 可是这个计划已失败告终 贝肯鲍尔游刃有余的忧虑着 蛮不在乎不采取行动的贝肯鲍尔反倒让人害怕 对泽杜军来说很辛苦吧 然而这里是高速度区域 区段3 中速以上的加速 丰田GT86 远不够格 NS3果然很强 猛然钻进狭窄空间的86号车 这等高速入弯是片头下巷的传家宝 变买后如果立即就有新的乱道 很好地将对方的车头压住或许能够超越 可在这种高速度的区域动手 就太无助了 瞎瞎 只以转弯速度为武器 拼命追赶的86号车 不愧是这个排名的对手 根本无法简单地超越 理所当然的 这才是四位争夺战该有的样子 我刚才说与能减弱86号车本身的劣势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差距无法变为零 现在的顺飞正在被一面名为极限的墙所主打 对于卢之湖GT 区断三竞争的败北 相当于整场比赛的败北 这就是86号车要面对的残酷现实 强烈希望片头下向 获得一台高战力的车子 这种感觉恐怕不是我才有 我就是感同身受的人了 万一下向这个顺位充限 五位完赛 奖金两千万 一半也有一千万 拿到这笔钱 不管是父亲的住业费也好 工厂的借款也好 通通都能还清 虽然迫切想要这笔资金 但在那之前还有些非干不可的事情 我下定决心了下向 在这场比赛结束后 便要亲自实行 线头集团马上就要跑完一传直线了 12号车改变了路线 看上去并不像是为了超车而进行的动作 急刹车后接右转 从这开始便是一口气通往香跟卡的上行爬坡 后续集团还没有出现在一传直线上 还没有 好终于来了 红色的车子 二号赤鱼海人 它的后方 四位13号车 五位86号车 激烈的拉锯站还在进行中 这里开始 是落后七秒的五号车 版本雄大 被甩开了 一号车消失掉以后 前面三台车的节奏一下子都提升了 眼前的上坡段 要是没能把和片桶的差距稍微缩小些 面子上就太难看了 之后在粉丝网站会被别人怎么说 我可不知道 八号车泰勒 九号车向夜 向夜瞄准的是 直线中段 借尾流臭头 那会怎么样呢 超越成功 九号车顺位提升一位 如何 池田先生 您的学生 向夜瞬 状态绝佳 不是吗 这种对时机把握 向夜瞬在学生时代经历中 也难得展现出过一两次吧 你这样想吗 嗯 伤脑筋 就算是现在 可以说向夜君是我学生中 总体来讲比较差的一个 居然是这样 为了他的名誉 先声明下 驾驶天分是有的 问题在于心理层面 我也算是不较正宗的一名小辈 禅的精神 为了平静人心而存在 绝妙的效果 体验过后都能明白 把他放在运动驾驶上 思考如何服务于心态调整 这便是ZERO理论的开始 向夜君控制心态的水平 着实插进 好胜心太强 往往得到四语愿美的结果 我想大概他几乎没能理解ZERO理论 啊 确实可以这么说 前半段疯狂进攻 中排轮胎四速 让他在MFG的比赛中特别显眼 给人以擅长短剧爆发 远远拿不到尚未名次的印象 可今天的比赛 却有些微妙的不同 在我看来是感受到了雨的恩惠 MFG的专用轮胎 是全气候通用型 因此当路面摩擦系数降低时 便无需考虑耐久性管理的问题 体现此灰 不必再苦恼于轮胎耗损 如果他自己能借这个机会 明白更重要的事情就好了 向夜君在学校里的人气颇高 就连工作人员们都很喜欢他 对于自己的后辈关怀有加 用亲戚的热血男儿 来形容正合适 是个不错的家伙 十分感谢您这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我个人由衷的希望能早一天 看到小田园本地出身的向夜顺 登上领奖台那一刻 画面再次转到一船直线 三台车快速死来 七号车大鼓 十八号车北源 六号车柳田 啊 就这刚刚我注意到 磁铁先生 没有雨滴再飘落下来 如知乎上空的雨停了 画面转到四位集团 三根卡一带的画面看起来 果然雨已经停了 这里是小田园中继基地 雨水仍从上空向下飘落 西侧的天空 雨云显著偏移 已然有放晴的势头 雨停以后 会对未来比赛的进行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路面环境 不会立即发生大的变化 尤其是仙头集团 已经突入了第三圈 直到比赛结束 路面都没法干 但是有一件事令我担心 让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由于前车不断扬起水雾的关系 我没能第一时间注意到 雨是什么时候停了 路面上流水量的减少 对我来说肯定是不利的状况 就算在弯道众多的区段1 将NSX超越到了区段3 还是会被反超 必须要领先足够的距离 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开幕战的时候 明明还不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只觉得参加MFG很好玩 但是现在的我 渴望就算不下雨 也能和上位排名者们 互相厮杀的战斗力 我是什么时候变成如此贪婪之人的 也许是作为赛车手的本能 重沉睡中书醒的话 跟随着2号车法拉利争夺四位的两台车 也穿过了发车位 突入睡中圈 13号车前缘 86号车片头 令人目不转睛的国产车四位争夺战 这场大家等待已久的对决 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争夺四位 下向被受瞩目啊 渐渐成为明日了呢 但是下向还是下向对吧 不会有什么改变对吧 还是那个每天早上跟我打招呼 面带微笑的下向对吧 不会前往练所不知道的遥远地方对吧 接连突入最终圈的上位排名者们 5号车版本 9号车项叶 8号车泰勒 大事不妙了 池田先生 刚刚接到新的情报 如智虎史盖赖起雾了 果然还是来了吗 我所害怕的正是这个东西 雨停之后气流改变 如智虎史盖赖有相当高的概率起雾 不止如此 池田先生根据情报起雾的地方 如智虎史盖赖的后半段 由于和SleepyTrap路段大重合的缘故吗 这已经成为了很棘手的事情 死神和恶魔联手向MFG的选手们袭来 绝对紧急的试探啊 继续比赛或许会发生非常危险的情况 统阔本部长将被迫面对这艰难的选择 将动能无人机全部放飞 尽可能覆盖更多视角 山下先生请看看这个吧 什么都看不见比赛什么的 没可能了 从街道起雾的报告到现在 明明还没有几分钟 来势汹汹的卢智虎总物 要怎么办 先头两台车已经接近那里了 考虑下终止比赛的选择吧 情况紧急 必须尽快做些什么决定 至少也要下达此路段 禁止超车的警告 事关重大 不能由我们各自的一级基建所决定 遵从上级的判断吧 去联络本部长 我是上友 情况我了解了 从现在开始 我说的话将借由广播向全体成员传达 先说结论 比赛就这样继续进行 容我说句话 本部长 你看转门画面了吗 这是我看了以后的判断 视野恶劣的话 用应对视野恶劣的跑法去比赛就好了 就是为了能应对这种情况 我们不才特地选拔出15位选手的吗 所谓的公路比赛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语也好 误也好 都不能成为终止比赛的理由 这可是MFG的基本理念 同理 驳回禁止超车的指令 我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可以继续公平的进行 我信任这15名选手的能力 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测的情况 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以上 如果梁介在场 他也会说出床让的话 今天的比赛注定会成为神业 怎么能灰头土脸的宗旨 拜托 不要出什么事情了 四号车呼叫通讯屋 起雾了 看上去相当糟糕 就这样冲进去没问题吧 Over 这里是通讯屋 三汇中心没有下达任何指示 也就是说 即时起雾 比赛大概也会继续进行 Over 真敢干啊 不会是MFG 这结果正如我所愿 追上来啊 德国混蛋 可别迷路了哦 四号车呼叫通讯屋 我要进去了 线头集团已经突入雾中 这里是怎么小组 发生问题了 无人机的摄像头 无法拍到比赛车辆 再稍微一进些 这里是无人机控制小组 我们正在将当前三米的距离 变更为1.5米 这样怎么样 OK 勉强算是拍到了 好浓的雾啊 他们居然要在这种地方比赛 警方呼叫下降 紧急事态 前方的赛道被浓雾笼罩 总共下达了继续比赛的决定 我们还是先彻底将速度放慢 再进入雾中吧 奴 这或许是神明给我的机会 还记得开幕战时 执行的语言爆速作战吗 你想捉那个 给我等一下 现在的状况和当时大不相同 现在要面对的是 slip try 和白色恶魔的双重考验 no problem 我是个挑战者 许方先生 请好好听下我的计划 我要在突入雾中的同时 攻略掉眼前的13号车 请在那之后开始爆速 这样在视野的烈士区域中 就能超到二号车前面 认真的呀 不要如此干脆的说出 那么难以办到的事情 我这边都要因为贫血而晕倒了 读出三位的二号车 一口气冲进白茫茫的雾中 他的后方 四位集团的两台车接近中 好疯狂啊 又在这种情况下比赛吗 算了 被把这当成比赛就好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哪个傻瓜会跑过来狗斗 充分的结束 慢慢往前跑就好了 等视野恢复后 再进入战斗状态也不停 消失了 八十六号的车体 在我面前打横后 马上就不见了 飘移吗 在这个视野恶劣的地方 这家伙究竟想干什么 这里是续放 距离二号车 约三点八秒over 了解 要把脑中的影像 投影到纯白的挡风玻璃上 到下一个左弯 油门全开两秒 结束一秒 手握住挡杆 下个右弯 油门全开 二点三秒 结束一点五秒 挡位保持不变 这里是续放 只剩两秒over 了解 八十六号车 干了不得了的事情 抓住NSX 为突入误区 而进行减速的空隙 一瞬之间 完成超越 十三号车前缘 面对这一乎 寻常的高节奏进攻 几乎没有招架之力 而且他还使用了飘移 辞典先生 排位赛时刷新死亡区域 记录的那个飘移 在单强的环境下 依旧可以使用啊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没想到昔日埋下的伏笔 会影响到如今的局势走向 爆炸性的异常事态发生 两公升NA的丰田86 片铜下像 开启了自己在屋中的禁机之旅 这种环境下 使用飘移跑法 就相当具有合理性了 视野的烈士 加成路面的低摩擦系数 相比只使用方向盘转弯 加入油门操作 来处理扳道的方式 自由度更高 飘移兼顾了速度和安全 坚持十分高效 非要说的话 我觉得它的表现 更像是拉力车手 如果不是在以公路为舞台 进行的比赛的MFG 恐怕就看不到这种场面了吧 我不得不认为 它可以用自己脑中储存的影像 去补全眼睛无法获取的信息 见识到了这样的表演 我就更加确信这个猜想 片铜下像 后生可畏 通讯屋估计要下降 只剩一秒 了解 7 6 5 4 3 2 1 这是什么 深处屋中的我是看到海市色楼了吗 846号车 捉到2号车了 两台红色车子并排的状态 仅仅没吃了一瞬间 真是不容易啊 终于上升到了三位 终于进入了领奖台排名 这里是续邦 在你前面就只有两台车子了 距离12号车 有16秒 了解 没办法更进一步了 现在应该做的是与后车拉开距离 当云雾散去时 法拉利就会穷追不死 为了能在雨停的状况下逃脱 必须跑出足够多的领先距离 今天的比赛 我要拿出自己百分百的实力 竭尽所能的冲刺时机 就是 NO GO 86 神死5接连突入被浓雾笼罩的死亡区域 并且比第一站幽灵阵的死神 如今的形势更加恶劣 到底还是无法认真进攻的吗 从眼睛识别到转弯开始 就已经来不及完成操作了 不断分神去观察导航地图的同时 也就不得不在中心线的正上方慢慢行驶 喂喂 大孔哥 你又不是周末去兜风的大叔 不管怎么说也都太注重安全驾驶了吧 旺的话要提到更高的节奏咯 看来必须用强暗点的手段才行 啊 什么 想吓死我吗 这是个个性要强的大小姐 一般来讲 会有人在这种中央下考虑超车吗 给你们吃尾流 能跟上旺吗 大马力FR的德国双人主 不管哪台车 都在最大限度的减速后 才进入死亡区域 可就算如此 遇到这种情况 还都没有给出禁止超车的指令 实在令人震惊 可以预想到 这次的裁定会遭到各方面人士的批判 由于这些事情 池田先生是怎么认为的 这大概是MFG上层领导的信念吧 我是能够理解的 我想稍微的谈谈自己过去的经历 不太会长 只是简单的概括一下 没事没事 请讲 不必有任何顾虑 过去我曾率领着Jero学院的前身 一支专攻杀路的车队 回那时候在北关西从事同样活动的集团 与本地的乡根进行了对战 说起结果 就是以我方的惨败而告终 即使现在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当时的事情 那个夜晚如今天一样 余物交加 充斥着恶劣的条件 对方的车队拥有两位车技卓越的王牌车手 他们对于农物没有半点恐惧 大胆的向赛道发起挑战 不 哪里是恐怖恐惧的问题 不如说他们将恶劣的环境纳入战术之中 并转变为对自己方有利的条件 高一筹也好 两筹也罢 对方的才能确实在我之上 给我带来了难以言表的巨大冲击 那时候对战的队伍其成员就是现在MFG的中枢 我能感觉到刚刚的裁定包含了从MFG骨质中流露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像今天这样恶劣的条件 将在物理条件上迫使所有的选手降低速度 但是减速的幅度会根据各个选手的能力大小而表现出差异 被要求的东西是应对力 这就是梁解军想要传达的信息 可以窥见在比赛继续进行这一判断的背后 牵尝着多么深谋远虑的想法 因此这不该是应遭受批判的事情 我个人完全支持他们的信念 谢谢了赤铁 果然请你来结束实在是太好了 哪怕还没查阅数据也明白 这种恶劣的条件下 减速幅度最小的选手正是片头下向 不存在任何质疑的余地 让人惊叹啊 第一年参加的新人 却比谁都能彰显MFG的精神 遗憾的是画面不够清晰太可惜了 86号车的铁杆粉丝们 或许我之前没能够正确的把讯息传达给大家 那么请看这里吧 几乎所有的选手都因为缺乏视野的恐惧感 而贴在内侧进行转弯 而片头下向却在通过APEX点之后 借着速度的提升向外拓展线路 就在这里 油门全开着掠过 突然出现的护栏 大家都明白了吧 真是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超古想象的表演啊 已经不行了 稍微感到有点不舒服 要去二楼休息了 之后只要把结果告诉我就行 请便吧 就连我这边都被吓得浑身是冒冷汗 竟然会这样 我出于爱好而长期收看赛车比赛 可这种规格之外的车手还是从没见到过 这位和平时那个谦和稳重的夏湘君 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这股违和感在通道中无论如何也消除不掉 不管夏湘君自己愿不愿意 世人都无法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置之不理 骗同剑哦 要是你在何处正在收看着比赛的话就说点什么吧 那可是你的儿子你不为此感到骄傲吗 漂亮啊 泽度 你为了在屋中充斥而始终保持着最高的成都的注意力 想必已经耗费了不少精神 可是我完全没有感到一点疲惫呢 要说为什么的话 因为有一个优秀的领跑者在我前面拎着我跑啊 要是立场呼唤 那消耗的一方将会死我 看来获得神明的眷顾的是我 先头集团通过呼考甲岔口 马上就要冲出误区了 好出来了 四号车折肚 四号车背肯爆耳 两台车子揍出排气声的烟量 一下子激张 从这里开始 又要进行保持高度注意力的残痘了吧 这么解说或许会有若干与病 在雾中 由于被迫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 当两台或以上的车子 你最我感的情况发生时 领跑的车手将特别疲劳 与之相对 后面的车子就比较轻松了 在观察前车的动向同时 配合其调整自己车子的姿态 通过参考前车 车手的做法 预测出自己还无法看到的景色 而对集团领跑者和单独行驶的选手来讲 则会很辛苦 居然是这样 所以单独行驶却比任何人的节奏都要更高的下降 不也理所当然比任何人都耗费精力都更多吗 油门全开2.8秒 挂4档0.5秒全开 减速2.8秒 档位4退2 一台红色的车子 从白色的屋中冲出 846号车脱离白色恶魔的死亡区域 下降呼叫旭方先生 和2号车的间距有多大 等一下 领先8.73秒 厉害呀下降 你在屋中跑出了压倒性的速度 8.73还是差了一点 86号车完成区段1 马上就要到达区段2 我想在胡靠新桥检查点 会重新测定它和仙头集团的时间差 好 就是这里 哇 出现了毫无道理的数值 在突入死亡区域前 5位的86号车和仙头集团的时间差有27秒 可是 现在竟然缩短到了15秒 也就是说 86号车在死亡区域比争夺首位的两台车 还要快上12秒 这数据真的是恐怖 只要环境变得恶劣 片头下降就会绽放出光芒吗 画面转到四围2号车 它也脱离了误区 可恶 虽说雨已经停了 但路面还是湿的 本来预定要追上仙头的两台车 却被意想不到的浮兵给干掉了 快干燥啊 例行路面 我一刻也不想多等 轮胎能咬住地面的话 86号车什么的 随便就能拿下 86号车和2号车的差距在9秒以内 会如何发展呢 2号车还有机会坐到86号车对吗 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仅凭现状还无法下结论 关键在于时机 雨停以后 86号车和2号车的战斗力 终究要回归本来的差距 这个时机何时到来决定一切 变成让人忧心忡忡的事情了 就算讨厌 也还是会被高度紧张的气氛所包围 画面转到了首位争夺站 他们抵达了虎高港前的法车弯 4号车和12号车 仍然进行无比压抑的近身搏斗 你打算在哪里动手 我可是一清二楚啊 因为之前你就在那个地方也练过 反过来考虑到那里前我还有时间 要是没能想出破坏对方计划的作战方案就完了 应该是有什么办法的 绝对 逃跑的折肚 追击的贝肯鲍尔 白热化的首位争夺站 向着林间区域移动 铃声响了山内 差不多得回教室了吧 山内不要回去 撬到第五节课好了 光君这么拼命地努力着 我要是不好好看下去 那这位他的女朋友就不合格的 现在呢还顾得上上课 知道了 那我们先走了 山内的男朋友是那个超酷的帅哥呢 他是MFG的车手 而且特别懂情趣 哎 铁人羡慕了 山内也很懂情趣吧 他们会很般配吧 加油光君 今天咱们还要去涉谷约会呢 86号车突入法恰弯 让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检查点 它和后追的2号车之间 有多大的差距 法恰弯前的直线 2号车红色的车体还未能现身 86号车已经完成了法恰弯 重新开始加速了 两台车的间距会变成多少 太想知道了 好 来了 卷起的水雾相当之大 果然路面还没有干 就是这里 差了8.55秒 差距意外的没怎么缩短呢 慈天先生 从突入区段2直到此处 本来都是比较高速的区域 看来路面确实还是十分潮湿 但是 毫无疑问会出现 能让差距急剧缩短的地方 完全无法预知 事态将如何发展 继守卫争夺战之后 三位争夺 同样欲也欲裂 画面在两处战场间摇摆不定 看得出导播也很头痛啊 厉害 会怎么样呢 想让86号车赢啊 绝对的吧 刺色要马 斗志昂扬 MFG第二战迎来最终局面 坚守近9秒的领先局势 位于第三位的下项 急走中 跟不上了 雨停后 NSX便无法对抗 开始发挥本领的法拉利了吗 不 不是的 不能这么说 只是我无法跟上 《绝胜时刻》 全力充斥的 赤于海人和 骗动下向的速度罢了 在扮演曲折 不能一眼望穿的临间区域 86号车的后视镜 无法映出二号车的身影 同样 二号车赤于海人的视野中 也无法出现 86号车的身影 这种情况下 车手们的心理状态 究竟是怎么样呢 这样就不是车手间的战斗了 如今他们的对手 是他们自己 为了取得哪怕0.1秒的优势 而倾注自己全部的技术和精力 做不到相信车子 相信自己是不行的 孤瘫却又顽强的孤独行牛仔 86号车 正在通过香根源入口的检查点 在这个检查点 将重新测定 他和二号车间的差距 临间区域 作为骗动下向所擅长的路段 又会被赤于海人 追进多少呢 好 来了 现在通过检查点 差距8.27秒 怎么 只有0.3秒 几乎没有追进 真是惊人 完全不被渐渐干燥的路面所影响 依旧保持着能与法拉利相抗衡的节奏 在临间区域突进 86号车 骗动下向 十点先生 我有一个单纯的问题 能向你请教一下吗 神十五的上位排名者们 作为车手的能力 应该是不相上下的 在抓地力车重比的规则的约束下 过弯的速度 本不应该出现差距才对吧 可为什么只有86号车 能在雨中 凭借弯道技术 碾压其他车手 这个我怎么也想不通 可能太过于初级 只是基本的问题 真是让我难为情啊 不 这是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恐怕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粉丝们 也抱有同样的疑问 差距在于轮胎的表面温度 转动中的轮胎 表面和路面产生摩擦 进而发热 所谓组成轮胎的化合物材料 被设计成只有受到一定程度的加热 才会开始发挥本来的性能 于是 当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大雨时 产生的热量 就会被倾盆而下的雨地夺走 比赛始终是在 胎温被抑制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之中 86号车比起其他车子 能够保持更高的轮胎表面温度 片通下向使出了超高等的技术 有意图地运用着保胎温的跑法 另外 轻量主的车子 所配套的载幅轮胎 同样有利于表面温度的上升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恐怕先头的两台车 也受益于这个方面 原来如是 让我一下子豁然开朗 不愧是池田先生 一直以来困扰我的问题 瞬间烟消雨散了 先头集团突入区段山 一直太温的雨水 已经流走了不少 车子卷起的水雾 明显变小很多 只有那么罢了 得用我在法国练就的那种秘技 到易云直线时 在德国老油门全开前的瞬间 使用秘技将车体猛然晃动 秘技名为半智学阳功 后车的节奏会在那一瞬间被捣乱 速度也会跟着骤降 这可是我在驾驶直线较慢的车子时 自然而然所惜得的欺骗敌人的手段 同一个对手不会上那两次 只有在现在这里才是最有效的 怎么了 我也有了不小的变化 我对夺取冠军的执念 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4号车和12号车 行驶于陡峭的下坡道 最终圈剩下的路段正在不断减少 不会就这样结束吧 不可能就这样结束的 后追的那个男人 可是如精密机器般强大的贝肯鲍尔啊 毫无疑问 执行超车程序的那个启动按名 已经被按下了 接着这边也突露进了驱断山 三位片铜下巷继续着奇迹般的冲刺 获桃汹涌的最终阶段 请大家欣赏 MFG有史以来的第一盛况 红色车子追逐的是另一台红色的车子 次与海人向着驱断山突进 和之前通过这个检查点的86号车相比 时间差为7.19秒 铭刻着月马标志的车子 果然一点一点追了上来 轮胎的抓地力在逐渐恢复 下坡会在湖畔路段结束 到时候二号车就会发动凶猛的追击了 在一船直线的末段 86号车相对于二号车 还保持着多少领先距离 决定胜负 上面四台车的白热站备受瞩目 而戴琪遥远的后方临间区域 同样也是上演着一出好戏 雨停以后 轮胎的抓地力不断恢复 提升排名的机会来了 那是胖霜带来的冲击 给候选挂处造成了严重的故障 在承受牵引力时 就会出现大幅的转向过渡 明显是由电子设备的误判而引起的 仅凭借技术勉强还跑得起来 但这个节奏已经是极限了 通讯屋呼叫师臣先生 请退上吧 您已经尽到职责了 在队体03的状态下继续比赛 太艰难了 您车轮呼喚而去赛 也不算丢了面子 不是这样的 所谓车手的面子并不是这种东西 不管多么少的一点积分 努力去争取它也是很重要的 即便会在人间出手 但还是不能因此自暴自弃 偶尔 接着来看中游集团 持续车快进机的9号车向夜 将5号车版本捕捉进自己的射程范围内 没想到啊 你居然能追到这里 往常的话 这时候你早就失速了 是今天的雨秀了你吗 被小看我版本 GTR目前状态绝矣 小田园那笔账就让你在这偿还了 这两人间好像是有些什么纠葛 其中的详情另找机会说明 牵头集团马上就要冲入一船直线了 这里是命运的分歧点 将对胜负一锤定音 绝对的王者不存在死角 为了取胜的妙棋 却下成了一手臭棋 不得了的刹车啊 在一船直线入口处 十二车动手了 两台车并排 踏满右门全力飞死 轻易的就调解如此明显的陷阱 真是笑死人了 十二号车前行无阻 保时捷言以为傲的最强PDK变速箱 要强于Apply的动力传动系统吗 折渡光辉处于绝境 十二号车完全领先了 逆转局势的超越 贝肯鲍尔再次夺得首位 折渡我得夸奖你一下 就算只有一瞬间 以日本车手作为对手 能让我认真起来的 你还是第一个 什么呀 怎么变成这样的结局了 贝肯鲍尔强得过头 就没有能战胜这家伙的日本人了吗 接着是引人注目的三位争夺 86号车现在冲入了一船直线 那怎样二号车身寨何处 追到多近了呢 好来了 随着格外高亢的轰鸣声 红色的法拉利出现 捉到你了片头下像 这场比试是我赢了 两台车的差距2.68秒 差距终于缩短到了3秒以内 怎么样 池田先生 这个时间点 这个差距 片头军果然要面对 这意料之中的困境了 可以百分百断定 会被追到近三 问题在于如何处置对方超车 哪一方会先一步冲线 尚无人知晓 唯有秉弃宁神静观其变 直线的末端 逃跑中的86号车 排气管中发出了 仿佛悲鸣一般的声音 而后方的2号车 发出如猙獰野兽般的咆哮 气势汹汹的向前扑来 不行了 不可能逃得掉啊 200匹马力的86 以670匹马力的法拉利 作为对手 对不起下下 真的对不起 不断破金钟 2号车次与穷追不舍 差距1.96秒 别输啊 86号车 让他们见识一下 日本车手的尊严 可是啊 骗农下降是英国人 次与海人才是日本人 六位争夺战 也在一船直线处上演 9号车项叶 向着5号车板本袭来 决胜负的直线 神风混混够 GTR从北流中飞升而出 MFG第二站追踪阶段 三位下降 七位向夜 哪方都处于紧要关头 别看不起人 这边可是中子引擎 加四轮驱动 急速段的加速性能 怎么会输给日产什么的 看我反杀你 5号车 还领先半个车头 9号车也不妥协 两者都一步不让 刹车点近在眼前 两台车同时转向内侧 9号车像是有些超速 车体向着外侧飘移 危险 还是老样子人 你这家伙最让人火大的地方 这也是一旦大脑冲雪 就敢无所顾忌地越过车死线 没有恐惧之心的家伙 谁想和这种笨蛋对手比赛呀 在宽度狭窄的国道1号线上并排 这场比试将迎来怎样的结局呢 画面切换的令人眼花缭乱 这边是万众瞩目的三倍争夺 2号车咬住了86号车的尾巴 但想超过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86号车过完极快 娴熟 堪称绝妙 他懂得在不做出明显阻挡动作的同时 要不给后车留下足够超越的空间 果然积累过相当多的比赛经验 然而我本来就没打算要在弯道上决一胜负 画面切换到守卫争夺 12号车 4号车 通过了最终弯道 重新开始加速 最终圈的终点被设在香根卡 两台车就这样 沿着1号线向其死去 再加一把劲就能贴到他了 这就是比赛呀 即使看上去差距微乎起微 但拿一位还是拿二位 其实是天有之别 不甘心啊 参加MFT三天以来 今天是我头一次 不甘心到想哭 现在冲线了 优胜者是米哈伊尔·贝肯鲍尔 即开幕战 四如破竹的二连兽 他所筑起的这座堡垒 不若金汤 仍然屹立不倒 简直是完美开局 半干半湿的路面 才是最难处理的 当分神去考虑轮胎 是否能咬紧路面时 车子就很容易滑起来 我要在前方新道的高架桥下 将车头塞进去 并排的话 在那之后便是最终弯道 就算是你 也只能束手无策 自烈的三位争夺站 要一直延续到终点吗 马力摘腰的二号车 会在这里动手吗 至于想在刹车段 和对方并排 可86号车 转入内侧的速度太快了 那么 就让行车线纠叉 在最终弯道的出口处决胜负 86号车 没踩刹车 直接冲入最终弯道 二号车则是轻踩刹车 选用大半径的路线进入弯道 要是跟他比拼 谁更擅长处理横向基地的话 我就输了 哪怕片刻也好 尽早把车头摆正 对我来说 将是获胜的生命线 内外位置互相调转 出弯机是爬坡路段的加速大战 二号车一点一点的冲上来了 黑白隔旗上下舞动 二号车刺雨超出半个车头 这是何等戏剧性的结局 在跑完79.5公里的路程后 两台车的差距竟然只有50公分 出色的追击刺雨海人 出色的逃跑 片头下降 他们间的激烈缠斗 已经盖过了首位争夺赛的光芒 我只能毫不吝啬地向这两位车手 奉上赞美的语言 再转到六位争夺 经过了四个弯道的轮对轮 版本最终是落后 我必须得拿这辆车 跑完今年整个赛季 可一定不能在这种地方给做坏了 我与做事不考虑 前因后果的名是不同的 才不是因为害怕 这是战略性撤退 13号车 前缘单独居于5位 更后方的车冲线了 9号车向夜 5号车版本 后续车辆 接连向着终点飞驰而来 单独比赛的8位 8号车泰勒 接着是处于混战中的三台车 18号车北原 7号车大骨 6号车柳田 在他们后方 练的工作也到此为止了 金子小姐 7号小姐 你们被指明了 要找我吗 哪里搞错了吧 千真万确 二位的折度选手 指明7号小姐 三位的赤语选手 指明了金子小姐 请准备一下 怎么办 不要啊 为什么早恋啊 不可饶恕 混蛋折度 定上了7号匠 也就是说 明明是个罗里控 骗童军 你再表现出色啊 恭喜 嗯 谢谢了 是真美的尺码哦 请不要觉得真美 是个清楚的女孩 我只对骗童军 才会做这种事 要给我发信息哦 你拿到了吧 小笑 我很困扰啊 完全不知道 如何应对才好 什么啊 那家伙明明是个安卓 跑来跟我家下巷 搭话 意欲和美啊 折度 你稍微过来一下 我跟你有话说啊 怎么了前妹 我想跟你姐弟 军职协定 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所以就不要再对 7号将出手了 哎 难道说前妹 执心呢孩子吗 对啊 执心是什么 请不要用 胜僻的日本词语啊 我从心里 喜欢7号将 不愧是前妹 品味不错嘛 今年的八位 安卓拉中 明显的孩子 是最棒的 对吧 你可别出手啊 咱们这是男人 和男人之间的约定 不过仔细想想 你只是个 罗里空而已 看来 是我草木皆兵 前辈 告诉你件好事吧 他远比前辈 想的要更年轻 大概17 8岁 差不多这个年龄 的样子 开玩笑吧 你是怎么知道 这种事的 这是在近距离 观察后得出的结论 平皮肤的紧实度 和身体的线条 我就能判断 他只是露出额头 化了脑妆 努力让自己 看起来像个大人罢了 这骗不了我 与生俱来的嗅觉 刚刚颁奖典礼 Kiss时 他浑身清晒 脸都红到耳朵干了 当今时代 如此清纯的天使 真是少见了 骗人的吧 这种事情 叫我怎么相信呢 累了吧 夏相 回去就让我开车好了 不胜感激 不过我还没有 累到那种程度 哟 那边那两个人 到长旭的 那家烤油店快活吧 绝对要来呀 夏相 我请客 孙方也是 顺这个人 某些方面 很够意思的 今天的比赛 明明是夏相 在尚未完赛 可他却一如既往的豪索 也就是说 比赛结束后 顺只是单纯的 把你当做 可爱的后辈看待 相业前辈 真是个魅力十足的 nice boy 七号天使 以后也会发现 相业前辈身上的优点 或许吧 这家伙不错是不错 但是没有女儿缘 续芳先生 要喝酒 还是我来驾驶吧 不了 今天我并不打算喝酒 只吃饭就好了 钥匙给我吧 可以吗 喂 喂 是我 好久不见 还像从前一样忙忙 哇 没有啦 怎么可能会比大哥更忙 给大哥打电话的理由 是那个人 下次让他出场吧 十号还不知道吧 要是大哥不跟他说一声 我这边可劝不动他 嗯 拜托大哥了 趁着给他老爸扫墓 梦兰盆建设 我会回高级 到时候坐一起 好好吃顿饭 刚刚的电话 是打给两届哥的吗 参加什么的 讲给我听听呗 社长 莫非是说 处心赖女吗 是的 大哥绿灯放行了 下一站 真喝 便是赖名的 MFG出道站 厉害了 终于要上场了吗 孙本哥就由我来联络好了 水马那边会大为震惊的 可是 说到底 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呢 简而言之 是因为不公平吧 我培养出的车手 本身就精通 公路最速理论 抓地力车重 比的意义 我大体也都理解 从过去开始 大哥就对自家人 分外严格 一直看在眼里的你 应该能明白吧 确实 两届哥 只对社长很严厉 可是这么说的话 藤原的地址 跑来参赛 又算怎么回事呢 藤原不是也把公路 最速理论的特化车手 派出来了吗 藤原自始至终 待在英国 因此并没有参与 MFG的创建 总而言之 到MFG的等级 成熟前 我们这边的车手 不能参赛 这是一开始 就商量好的 当年大哥定下的 作为允许他出场的 前提条件 排位赛 至少有两位车手刷新 我做出的示范跑法时间 啊 对了 如之胡的排位赛 有贝可鲍尔和折杜两人 就是这么回事 限制解除了 没想到 用了四年时间呢 就算被称为神师舞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不管是哪个 绣球花 盛开了 我现在也喜欢上了 名字中带有夏子的那个男孩 马上升能就要迎来夏天了 这个在我人生中最火热 最特别的夏天 前日 卢之胡计替 比赛刚刚结束 下项就已经开始脑内模拟 试跑真贺的赛道了 续方自动车 嗯 根据到目前为止 两战比赛的结果 首先让我来谈谈 自己一直以来构思的计划吧 虽然给86 安装涡轮引擎 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案 不过还有另一条路 那就是下定决心 干脆换辆别的车开 丰田不是有SuperR吗 丰田SuperR 牵眼力很棒的 让奥三先生来 调整悬挂系统的话 就可以期待车质爆发出 十足的战斗力 你怎么想下项 我实在提不起进来 为 在那之前 我想问奥三先生 请教一些问题 给86装上涡轮 可以达到多少马力 这个吧 涡轮这种东西 只要是愿意 400也好 500也好 都没有问题 不过我的计划是 300马力左右的方案 300 Valien GR SuperR 难道说已经买了吗 真是不理智啊 许方君 不是的 不是的 我怎么会做那种事情呢 没见过这辆车 是客人吧 突然打扰 十分抱歉 我是Dream计划的 珠星赖鸣 Dream计划 高小几届的派系吗 我是为了见片头下象君 而过来的 他在吗 见下象 你到底是哪位 其实我是决定 要从第三站开始 参加比赛的车手 刚刚从MFG的 小天原事务局回来 现在要回去马去了 可在此之前 无论如何都想过来一趟 能见到你太好了 我叫朱星赖鸣 请多关照 彼此彼此 好名字 我是片头下象 虽然我比你年长两岁 但比起MFG的智力 你是前辈 对于新人车手 要通过MFG的排位赛 难度是极高的 而初次挑战就成功的你 无疑给后继者 带来了巨大的鼓舞 另外 我的老师和你的老师 过去是同属一支队伍的伙伴 你知道吗 Sorry I don't know 童言老师实在是 没怎么谈过 他在日本的事情啊 好吧 那就没办法了 我希望你能记住 看着吧 肯定会登上同样的舞台的 期待和你交手的那一刻 刚刚的SuperSar车号看到了吧 奥赛先生 885号啊 猜猜选手明明才400左右 为什么要选那么大的数字呢 我是懂的 在玩语言游戏吧 那人好像对下象 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现在拿到神石5的剩余位置 究竟有多难 狂妄的惹人讨厌 他是不是很快的车手 我觉得他将是 真正棘手的敌人 先别管这些 咱们还是回到桌前 继续开会吧 刚才话说到关键之处 被打断了 还没讨论出个结果呢 好吃 日本的点心 刚才的车子就是Super啊 下象 那是比86晚了很久 丰田推出的真正的战斗机器 同品牌的话 赛季中途换车 也是被允许的 拜托了下象 把86号的号码布贴到Super上吧 我会去买车的 用新车跑剩下的三战吧 对不起 徐方先生 答案是no 我更希望86得到升级 为什么就是说不通啊 我们可是去比赛的呀 必须想办法 追求战斗力 奥山先生 不来游说一下下象吗 从奥山口中说出来 说服力大概是我的一百倍 就算你这么拜托我 最后还应当是尽量尊重车手的意思 连奥山先生都 始终执着于使用86的话 不也挺好的吗 作为改装师 反正我觉得蛮有趣的 抱歉 麻烦你送我 哪里 小事一桩 奥山先生 我啊 在住手通信屋 观看下象的比赛的时候 总感觉像有什么 中午压到了自己的胸口一样 车子的战斗力始终不够 下象在与人厮杀中 到底背负了多少不利条件 想想就令人网恶叹息 我想职业车手对待车子 本应该采取干脆的态度 车子只是拿去比赛的道具 加强规格才是一切啊 哪怕仅为了得到一点的提升 片童军是例外中的例外 与其说他这是匠人的气质 呼噜说是艺术家的风度 那份顽固的客籍主义 与其似乎藤原拓海 卢出一辙 藤原拓海过去驾驶的是A186 A186 就算在当时 那也是台救到不行的车 实在不敢恭维 他有多高的战斗力 可藤原却靠对车子的彻底改造 和卓越的驾驶技术 非常败机 由公路比赛中顺利比演 片童军对8和6这两个奇妙的数字 所组成的符号 或许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当然 这也只是我的推测 很有趣吧 连那种赛车手都存在 就按之前说好的办 开始咯 86的温轮改造计划 不会输给SuperA的86 就由我来造出 连昌 下项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 和恋一起去连昌散步 说起来不久前 旭芳先生提起过 他在恋小时候就见过恋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爸爸他 那是开着一辆很旧的外国车 然而那车经常出毛病 哇 好意外 维修车子就准备拜访旭芳自动车 恋的爸爸和旭芳的爸爸是好朋友 恋也别爸爸数次带去过那家工厂 他们只会谈论关于车子意义不明的话题 两个人都是令人讨厌的狂热车迷 于是恋百无聊赖时 旭芳准备拿出巧克力和点心招待恋 这还是挺让恋开心的 后来续芳的爸爸双面住院工厂的经营里陷入了困境 恋的爸爸也是很担心 英国人喜欢古董车的也大有人在 我的外公把他那辆旧捷豹当作宝贝 可是家人却不怎么爱着他 在我小的时候 为了准备圣诞节 与妈妈外公三人一起去塞恩斯博里购物 满载而归 回到车上 但眼睛却点不着火了 于是在大雪纷飞的停车场 在没有暖气的车子里等了很长时间 我记得平时一向文雅的妈妈也发起火 还是我从未见过的那种程度 你想冻死你唯一的宝贝孙子吗 别再开这辆破车了 假如身边有像续芳先生这样优秀的机械师在 那外公直到现在也不会放弃那辆捷豹吧 续芳很优秀 Yes 他是个nice guy 我十分喜欢他 说起来好长啊这段楼梯 要延伸到哪里啊 看起来还有很远的距离 慢慢爬就好 没关系 练在田径步的时候练过的 这种程度无妨 就算如此练的呼吸也变得好急促 可是夏向不仅没有满头大汗 连呼吸也平稳如初 我和夏向的连昌探索之旅 大体上以每周一次的步调持续进行